大家好,有很多人喜欢吃紫米包,但是不会做 多吃紫米对人身体特别好,甜甜糯糯的,越凉越筋的 这样做的紫米包,补气养血非常好吃,营养又健康 有喜欢吃的快来一起去做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碗紫米,一碗糯米 加入温水,清泡一碗上 然后再用电风锅把它蒸熟了 准备500克面粉,加入5克酱母粉,10克白糖 再加入300毫升的温水,把它搅成棉絮状 下手油冲面团,盖上保鲜膜,饧发至蜂窝状 蒸熟的紫米,加入红枣碎,加入葡萄干 再加入白糖,不喜欢吃可以不放 把它搅拌均匀,再把它攥成团 饧发好的面放在案板上,把它揉面排气 然后再搓成长条,揪成小剂子 再用擀面杖擀上薄饼,放上馅料 像包包子似的把它包裹起来 最后再把它收好口 然后再用手整理一下形状 把它蒸屉中,饧发至两倍大 饧发好的大火蒸15分钟 好吃又渲染的紫米包子这样做好啦 白白的,胖胖的,非常诱人 有没有喜欢吃的,有喜欢吃的赶快收藏起来吧 感谢观看